难道就是因为我的身高的原因 不让我去报舞蹈表演专业吗 因为我就是喜欢跳舞啊 我就是想跳 而且我想要有时间获得专业的学习 所以我才要报考舞蹈表演专业 对呀 我们自己的个人愿望 很浓缺很清晰 跳舞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让自己的形象变得更好 更漂亮 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很多人都很喜欢对不对 但是学了舞蹈 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贡献吗 你跳舞能够给这个行业 赢什么样的价值 你学了舞蹈 你能够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价值 从学校的培养来说的话 它不但既要满足学员 自身想要持续营养的这样一个需求 同时包括我们家长在内 也要想一想 我学了这三年四年之后 是想不想要用这三年四年 所学的专场去帮助自己成就自己的事业 变成自己赚钱养家 养活自己的一个能力和本事呢 还是我就想自嗨去学我自己想学的东西 毕业完了之后 I don't care 从我到那时候我们再说 或者是OK了不存在 家里商量了一下 然后我自己根据现目前自身的情况的了解 感觉我一个人的就业或者是事业 不愁的 OK可以的 没有危机感的朋友了 那你就分出去的内心 你想选择什么东西 只要不后悔 咱们都OK sorry 有钱真的了不起 适不适合 喜不喜欢 是否依靠 包括什么专业 会影响到之后自己四到五年的人生轨迹 仔细想想 这真的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吗 在这里呢 妈妈作为过来人 建议大家从 个人兴趣加个人条件 加市场匹配度 加抗风险能力等综合方面 去深刻的posting一下 一定要 神通